大家好 又到我們惠言女忍心 今天我請另一個朋友嘉賓上來跟我聊天 在我身邊就是Hermia 你好 你好Mae 你好 大家好 Hermia在一間EQ Center 做一位導師 最初我也是由朋友認識Hermia 我會覺得很奇怪 其實這個人生導師 其實英文是Live Coaching 可否介紹一下這些導師是做什麼工作呢 其實說明人生 人生是一個很漫長的路 通常一般人的人生有很多問題 我很多時候在問題上找到答案 我們講的Live Coaching 其實不是真的找到大家找到答案 其實每個人生都有自己 如果我們是基督徒來說 神有特定的任務給我們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有任務 所以不可以給大家一個很簡單的答案 就可以解決自己人生的問題 其實講話人生的Live Coaching 的意思就是 帶領大家思想能夠更闊一點 去看同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Mae 你有沒有聽過 我們說問題其實不是問題的本身 是你怎樣去看問題 我也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Live Coaching 其實就是 帶大家怎樣去更擴闊自己的思維 去看自己人生這一刻所面對到的 就是你們自己認為的問題 我知道其實現在在Simon Fraser 也有這個課程去讀 叫Live Coaching 先講回Hermia 其實之前跟你談過 我就很想問一下 為什麼你會有興趣去讀這科 或者做這些事情 什麼引發起你呢 其實很奇妙的 引發我留意這件事 或者是未到Live Coaching 之前 其實是因為神給了我一個很特別的女兒給我 是因為我這個女兒的道理 而令我真的重新去思索了我自己的人生 因為我的女兒 因為你也知道 作為一個媽媽 我也是人家的媽媽 子女對我們來說 是上帝給我們的禮物 要我們做一個好管家 管家 當我的女兒在我小時候 我發覺她 我們很多人所說的 中國人所說的問題 好像發生了 糟了 我很緊張 為什麼我女兒會這樣 為什麼我這麼不同 我怎麼辦 由那一刻 就真的啟發到我 其實如果我不是一個很成熟的成年人 我怎麼可以帶領到神給我這份珍貴的禮物 去成長 去長大呢 你剛才說的 你只有一個女兒 沒錯 你發現你的女兒很不同的時候 她多大 大約是兩至三歲 很小而已 對 我想問一下 你發現她有什麼不同 我會覺得這個小朋友 叫做我女兒 她特別的地方就是 我發覺她很容易情緒會激動 只有六歲而已 對 但又這樣想 Trouble 2 大家都知道 照顧新聞者的女士都知道 Trouble 2 兩歲 就什麼都會說NO 還有很多麻煩的事情 這個很自然而已 是嗎 是的 你說得對 但可能從我來看 或者是我的人比較 怎樣說 是比較靜一點 有些不開心的事情 我都不會像她這樣 發得這麼厲害 表現得這麼激 發得很厲害 有時甚至我哭哭都 吐給你看 她就是要你留意她 注意她 給她多點時間給她 逼得你沒辦法 放下手上的東西 看著她 安撫她 靜了之後 晚上臨睡之前 她又再想起 她又再哭 又再哭 又再哭過 嘩 我好累 但是呢 Hemia 我又想問一下 當然 在我覺得來說 每個小蚊仔 都可能這樣成長 會不會和你自己 小時候 到現在 你要照小蚊仔的時候 那個感受 令你突然叮一聲 覺得 嘩 嘩 我如何照顧這個小蚊仔 會不會和你小時候的影響 其實會有的 我想起 我媽媽跟我說 我才知道 原來我小時候 一睡醒我就會哭 但我哭是沒有人理我 我哭不哭不哭 我就不哭 因為你有很多兄弟姐妹 所以沒有空你來 沒錯 我看見我女兒 嘩 我女兒哭得這麼激烈 但她還要不停 好像用眼淚的攻勢 威脅你 是不是威脅你 好像有這種感覺 我一定要放在手上的東西 去照顧她 去看看她什麼事 也不是她嘔給你看 或者好像很糟糕 對 所以 令我回想起 我小時候 聽媽媽說 沒有人理我 我慢慢就會安靜下來 很不同 其實這一點都很不同 好了 我知道你當時是不是在香港 是的 我在香港準備 你照顧女兒的時候也是在香港 我照顧女兒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加拿大 在Winnipeg 那段時間我是在Winnipeg 你發現女兒的時候 激發起你 那你那時候讀這個課程 是怎樣開始讀這個課程 其實我還未真正讀這個課程 直至有一年 到我先生要回香港 去做兩年的時候 我才真真正正發覺 她開始步入去讀Kindergarten的時候 我發現問題越來越大 因為可能我們的搬遷 令到小孩子的內心有很多東西 我相信是這樣 我發現很多東西 好像是藏在裡面 而不能夠表達出來 好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繼續說 好 再回到慧妍女忍心 上一節跟Hermia談到 她現在在EQ中心 做一個人生導師 可以這樣說 但之前為什麼她會讀這個課程 因為自己的女兒 在她很小的時候 發現她的脾氣 或者表現行為 很奇特 然後那時候在Winnipeg 然後你們回流回香港 又可能令我一些環境的轉變 令到她又加深了 是不是Hermia 其實回想回來 其實我女兒在Winnipeg長大 她近三歲的時候 我先生因為溫哥華天氣好 你知道溫哥華多漂亮 就來了溫哥華 住了兩年 在溫哥華讀了Preschool兩年 讀了兩年之後 然後又回到香港 回流回香港 又做兩年 我相信在這麽大的轉變 小朋友雖然說不出 但我相信對我女兒的情緒方面的影響 是多大 那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當時你女兒的情緒 或者表現是怎樣 或者可以這樣解釋 當由Winnipeg來到溫哥華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親人都沒有在這邊 但我先生帶我和女兒過來 之後有一些朋友在這裡 我女兒當時又剛好要入Preschool 平時一到三歲都是媽媽照顧著她 或是見公公婆婆婆 或是姨媽 來到這裡的時候 什麼人都沒有 只剩下媽媽在身邊 又要跟著進學 那小孩當然是很不開心 其實之前我都感覺到 如果我是小孩 我也會很害怕 即是一個新環境又要自己去工作 是的 雖然Preschool只是一兩個小時 我記得之前我也做好準備功夫 跟我女兒談很多 關於你要上學 你明天要上學 我又經常帶她去Preschool 讓她清楚認識 因為我知道她很容易哭 很容易緊張 所以我快要做這些事情 反而她入Preschool的時候 不是很大的問題 我以為她一定會有很大的問題 誰知她又沒有 我還很清楚記得第一天 我帶她上學 我以為我很擔心 我不知道她會不會哭 因為她第一次離開媽媽 那麼久 可能你還擔心她 真的 我想很多媽媽都可能是這樣 甚至我離開後 因為她的Preschool外 我身邊有一個背後 可以給小朋友玩 我還要在那些欄杆看著她 我又不想讓她看到 我很擔心她 一看到我就會哭 很奇怪 我放下她的時候 我女兒只是吩咐我一句 我應該用吩咐來認認 她說 你記得了 你十一時半很準時來接我 你不太遲 好 那就拜拜 躲起來 她又沒有哭 她是周圍我 然後很乖地坐下 我也很愕然 那一刻 那問題是何時出現呢 問題是在Preschool這兩年之後 她回到香港 她剛才要入育園 五歲到六歲 又回香港 問題就出現了 反而她的問題 她已經不是再用以前 三歲之前那種哭或罵 而是那種沉默 不出聲 好像很風平浪靜 當我都以為自己回香港的時候 已經被一間國際學校讀的時候 以為她真的很適應 也是用英文 什麼都以為大人以為是很順利的時候 你所當然沒有問題 沒錯 誰知道有一次 在我和她的閒談裡面 我問她 這個A同學 是不是你的好同學來的 她說 都不算是 為什麼不是 媽媽見到你經常提起她 她沒有出聲 過了五分鐘之後 我還記得她 告訴我聽的時候 語氣是很優怨的 我只有一種感覺 嗯嗯嗯嗯 是肚子好同學又怎樣 遲早我也要離開 她那一下 我就整個都醒了 叮一聲 為什麼那個小孩 會這樣去想 嗯嗯 我再看她 轉頭 雖然她只有五年人生 她在Kindy Garden 對 雖然她只有五年人生 我想起 真的 她三歲 離開她本身出生的地方 那時候有表姐 有表哥 有表弟在她身邊 是很開心的小孩 對 到現在她又轉來溫哥 又由頭適應 又適合同學 好了 有兩年了 現在我們又帶了她回香港 嗯 又有一批新的同學 又新的環境 但她怎麼知道 遲早又要離開 對 為什麼她會說遲早我都會離開 那我才能拿到 對呀 這個小孩其實每三年到兩年 就很大轉變的換一個環境 其實你想一下 如果你是那個人 大人都需要時間去適應 你還怎麼敢 去將自己的感情投放 在任何一個特定的人身上 還有就是自己都沒有選擇權 沒有說我不去你們 對呀 因為一定要跟著爸爸媽媽 你不捨得爸爸媽媽 那你這聲音之後 你有什麼行動 其實之後我就發覺 我應該要多點留意 其實要讓我女兒多說 她自己內心世界的事情 那時候我就真正正正在香港的時候 去接觸一些個人的成長課程 但是那時候香港 可能比較商業社會 是少一些個人的事情 我反而去讀了一些 關於做家長的 是 在那裏讀了兩年 反而我對那方面 我認識多了 小朋友那種真正的需要 是什麼 真的不是有得吃 有得住 有父母在那裏 尤其是今時今日的小朋友 可能面對的問題很多 我同意 我今天很開心 我和Hermia談一談 究竟她怎樣做人生教練 但是呢 講到你的女兒的時候 原來兩歲 可能會有一些跡象的問題 究竟去到 你想而知去到青少年 天反叛的時候 面對她的挑戰更加多 不如我們留待下次再講 好嗎 好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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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